乃无种过失是透过无分别制可以次第远离的 1.远离外道我之处故 2.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故 3.远离生死涅槃二边处故 4.远离为断烦恼杖声喜足处故 5.远离不顾友情利益安乐 诸无于依涅槃界处故 这个地方是说明无分别制的修学次第 由浅而深的修学次第 无分别制第一个所迫的是我直相 是远离凡夫外道的我直的相貌 这个我 佛法讲这个我的意思就是长 1.主宰 它是横长柱不变异 而且有主宰作用的 这个直是说这个我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的想法呢 是因为对五蕴像的直取而产生一个自我 愣言经说 凡夫的我只是有两种的意愿生起的 第一个是迷真起望 第二个是直望为真 就是说 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静本然 后来一面的妄动 迷真 迷失了清静的本性 就生起妄念 就造业 就变现了你现在的果报 你现在是一个男人的五蕴或女人的五蕴 这迷真起望 然后你就就着你眼前的这个小波浪 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是这样子来的 你先动念头 创造业力 变现一个生命体出来 然后你再认为这个生命体有一个自我 我们修无分别制 你经常观察何妻自性 本自清静 就能够把你经常在个体生命直取的这一面心 带回到你的大海的清静本性去 这个我执就会慢慢消灭掉 第二个 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触骨 前面第一个是我执 这个是法执 一个未见真如的菩萨 当然 指的圣解行地的菩萨 他在观察空性的时候 是待向观空 夹带佛法的明相来观察真如理 我们这个时候 也要把这个相慢慢地舍离掉 这个是法执 第三个 远离生死涅槃耳边触骨 菩萨不但是远离心中的法相 还要远离外在的相 外境的相 包括生死的相跟涅槃的相 也要远离 安住在中道的实相 第四个 远离为断烦恼杖声喜足处骨 我们有我空观 断除了烦恼 这样子不能够升起满足 应该要从空出价 广学一切的善法来对治所之障 第五个 远离不顾有情利益安乐 住无于依涅槃界处骨 这个地方是说 你休无分别制药圆满 第五个是很重要 你不能够只是有出离心 完全不顾有情的利益安乐 而安住在自己受用的涅槃 你要依大悲心 但是我们有请人 可以请请请准备 赞 注定